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是经典禅奇 我是幻之 小时候听听书啊 很多人爱听随唐演艺 因为他们的水谷众团不太一样 水谷众团里边138奖的人物太多了 老师那么不明白 您一讲嘛 听来听去 经常听糊涂 而随唐演艺呢 不一样 先排个名 先个十华小好汉 何信何信 他们各位其主 斗智斗勇 听得十分之过瘾 不过后来发现呢 随唐演艺的那些英雄里边 虽然很多人物啊 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 可其中也有不少啊 是被免艺家给细说了 逮了他 甚至有些被赶得是面目却被 您要是不信的话 咱们今天就来说其中两位 随唐英雄那种两位啊 谁呢 都以为您听好了 他检查三中有福 马上黄河两岸 校府是关中交友赛诺仓 人曾全权太保 装俭大将 每位啊 黄点 青春 青春宝 在随唐艺术当中呢 他的名字的前队是最长 最拉风的 而且他本身 八字算秘书 亚诚八字命令 实际于生存八字推荐的一文章部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一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秘书 提加风吹 领土法学 道长规矩 二零八八 二国八八 人就是这部书的绝对主角 这话可不是瞎说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之前并没有随唐演绎的部书 那么说书的人 从哪儿来的素材呢 有一本 秦书宝志传 随唐的故事啊 都是从这本书里来的 所以说有一个用说法叫做 一部随唐史 半部秦琼传 那么 为什么说在随唐演绎里边 我们却看不到真实的秦琼了呢 这里咱们先说一个民间的俗语啊 关公传秦琼 您听过吧 在侯宝林大师的相声里边说 关公传秦琼是山东军阀韩伏举 他老爸能弄出来的笑话 当时韩伏举他老爸在看戏 台上正唱着古城会关公戏 可听着听着 他老爸来气嘛 建造了六千十号戏 这就咱们把你们的八十都抓的 这咱们两个人都抓的 这是咱们两个人都抓的 这咱们两个人都抓的 这咱们都抓了 你这咱们两个人都抓的 我现在来的准备 那这个 你有什么分剖啊 这咱们两个人都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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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韩副举他爸说了 我们山童有好汉 进出 让秦琼去打他 这是夏生里 关公占秦琼的来历 但事实上 关公占秦琼啊 在民间早有另外一个版本 怎么说的呢 说当初有那么小两口 背着尖挖是不定终身 你在哪儿定的呢 春口关帝庙 这么一下 把关老爷就气坏了 因为关老爷代表的是什么 中校结义啊 儿女私情 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呢 还不守规矩 背着爸妈 关公很深 后果很严重 决定晚上显灵 就叫一叫一这小两口 这小两口呢 就也知道 得罪关老爷了 说怎么办呢 要不介绍 咱们两口 贴门上吧 把门上贴在门上 就别让关老爷进来了 贴谁呢 贴的就是秦琼 于是乎 关老爷的门口一看 秦琼站在那儿不让进 于是乎那两个人就 轻轻帮我打了起来 这是关公战秦琼 最早的民间传说完本 那么为什么要先说这个故事呢 咱们知道 在三国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 俄罗关三英战录 就是刘关张三英俊 把礼物一个 这结果怎么样呢 还不上礼物 你别跑了 或者说还不是没站起来吗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三国的这个体系里边 武力值最高的 还有礼物 关老爷跟他比 还差那么一丢丢 在《维藏十八小好汉》里边 秦琼排第几呢 十三 也有说十二的 反正他和关老爷一样 都不是那种武力值的一流高手 怎么问起来了 财民史在十多位的秦琼 那凭什么在隋藏故事里边 当虎娟呢 如果你有兴趣 再从头去看一下隋藏演绎 您就会发现 这是因为隋藏演绎给秦琼的定位 突出的是一个艺术 您看故事一开始 秦琼是山东历城的古怪 也就是现在的经警队的队长吧 可是出这了 把太太的地盘 套山王杨林 还有宿马 秦琼的五十万鸟 滑滑滑滑 给人别了 别别了 别人别好多了 一个成长经验 其实有什么 你还生意大人 我兄弟我都不滑 就客户 你怎么拿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哎呀 二哥 杨林的这个黄杠 就是咱们自然 了解的情况 听说当时很为难 一边是兄弟 一边是职责 怎么办呢 所以有一个城里 两位插刀啊 这个城里就是给秦琼留下来的 怎么回事呢 说那天查清楚案情之后 秦琼往回走 走到一个叫做两类庄的地方 是一个插刀 往右去呢是历城 那回去复命 就是要去抓人呢 往左走呢 则是登州 那么谁在登州啊 杨林 靠山王杨林在登州啊 这个时候心中一想 我怎么办 单岁啊 我顶了杠了吧 于是直问登州 顶这个责任 啊 快走 哈哈哈哈 哈 公开 我就是啊 你皇冈的将马 承扎 杨林老 出来 杨林 你就是杨林的 上次 那48万两皇冈 不够老子花的 你就换没了 哈哈哈哈 今儿 再到登州 问你要点 夹出来 给爷爷 这就是秦雄的秘 后来说 为朋友两肋插刀啊 就是从秦雄这个两肋插刀演化而来的 当然了 秦雄的忠义 其表现还不止这一件事情 随击军长网上带 一场恶战下来 秦雄落在腿里边感染了风寒 当时病得很重 可不是要就在这个时候 红尼关总兵心理设计 把他的好兄弟培恩性 给打死了 进口消息之后 秦雄立马就跟着爬起来 冲到两军阵前 拼着命令是一简 八死了心灵 给兄弟报不首 然而可是就这一战 才落下了风寒的病根 到了贞观十二年 这个病根发作了 最终是吐血而亡 还有 咱们现在很多地方贴的门上 贴的左边是秦雄 右边是静德 玉石静德 而这个门上的来历 也是跟秦雄的忠义有关的 这怎么回事呢 咱们知道 李世纪年纪的德国 这个世界 炸掉他的忠论 深厚的脑袋 很奇怪 因为杀了兄弟 他忠义 他忠义 晚上去杀了 交道 他忠义 只要一步让你爱人 就有这个本事 原来的怀疑 责命 形成功 秦雄 竟然 超后 散了一件事 大爱 杀里 御司公 御司静德 一起 给李世民是把守皇宫大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鬼怪还真的没有了 据说正是因为他和御师公守门李世民从那起来吹他舍 可是李世民一想 总不能让两个大将军整天的熬夜就去守门吧 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让人把他们俩的画像描下来之后贴在门上 那效果不就一样吗 这就是现在门身的来源